接下来我们再看内存分布中的指读数据段 或者说指读数据段加代码段构成的指读空间的概念 众所周知代码也就是说我们的程序写的越多 自然而然代码段就越大 这个问题不大 那么换句话来说代码段可不可以写呢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程序运行的时候 明明你这个之前程序设计的时候是A++ 然后我把它改成了A++ 或者说调用了其他的函数 或者做了其他事情行不行呢 很显然你的代码原来设计成什么样子 它是不是运行到这里 一定是这个样子呢 很显然肯定是的 所以说代码段我们说非常简单理解 它是一个什么指读 所谓指读的意思是什么 超系统会保护它 保护它 一旦我们不小心去访问了这段地质空间的内存 那么肯定出现什么 就是你要修改它 那么一定会出现什么 断错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那么之前呢 我们说你看 Mile啊 Mile的这个百分之P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 Mile函数的一个什么 标签名 标签名 也就是它的地址 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个地址啊 给附给了一个指针 然后附给这个指针过后呢 用这个指针进行一个相应的操作 我们看看会得到什么情况啊 比如说我们把它附给一个什么 附给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读内存的什么 一个指针啊 那这地方我们还是回忆一下 应该定义成恰二星 P好呢 还是什么呢 好 我们说啊 在之前内容中呢 我们也提到过啊 我们指针附值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这段内存 你究竟把它当成字符内存 还是只是当成一个普通的什么 呃 就是我们的什么 呃 内存 只是数据的存储器的话 那我这个情况下 一定要用什么 on single的 对吧 chare 因为这样的 这样的负质呢 才比较合理 on single chare 这个呢 也是原来给大家提到过的啊 尽量不要用到chare 尽量不要用到chare on single chare 那你接着我们来看啊 那么P让它等于什么 mile 这样做行不行呢 我们说 负肯定能负过去 因为就是个拷贝的过程 逐一拷贝的过程 对不对 哎 那只是这个拷贝呢 c元编辑会认为 你俩的内存空间的操作方式不一样 因为函数的操作方式非常特殊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是要告诉c元编辑 你放心 我这个地方啊 确实只是 只是什么 去把我们mile函数这个标签的值 负给P 然后具体操作内存 还是按照P的形式去操作 看没有 哎 好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变一下啊 这一段内存P肯定是指向代码段 这个不用说了 那么我们看看 我们说P0是多少呢 P0是多少呢 我们有百分之 X看啊 看看它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可以自己测试 那么就P0啊 那你说这个P0啊 看起来不舒服啊 我们把它改一改啊 P0我让它等一个 比如说0X12 对吧 哎 无所谓啊 等什么都可以 然后 我们再来什么 print for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P0 对吧 这个P0 有没有发生改变 或者是它的值是什么了啊 好 P0 呃 换一下啊 因为你不知道打哪句 我们把这个呃 写一个加号啊 写个加加加号 区别一下 好 我们运行一下啊 呃 大家可以看前两个可能问题不大啊 那么我们的迈要函数标签也得到了啊 这都问题不大 然后我们读 哎 没问题 没问题 大家可以看啊 我拿一个指针锅指到这儿啊 然后我读一下它 而且呢 我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来读 没问题55啊 16进入55啊 但是我这句话打完之后 但是我带加号的这个标签 是不是打不进来 那很显然 而且还打了一个什么 断错误 还没有 断错误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很显然 就说一旦我操作这样属性的什么 区域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超系统会自动的把我们这个程序认为是非法程序 然后给它关闭掉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断错误程序死了 程序死了 所以对于我们在平时用指针的时候呢 其实更多的时候 希望大家对于指针的数字化 一定要小心啊 千万不要把它指向什么 不该指的空间中了啊 不该指的空间中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代码段的第一个属性啊 因为代码段本身是指读的 所以说我们双引号呢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叫常量化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给大家起的名字叫什么 叫字符串 对吧 或者称之为叫什么 字符串常量的概念 对不对 那么也说不管你叫字符串也好 还叫字符串常量也好 那最终来说是不是都是一个什么概念 R的概念啊 R的概念 就是说你只能去读它 你千万别去写啊 一写就出断错误啊 一写就出断错误啊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来看一个非常经典的 对于只读数据段操作中啊 经常经常容易什么 犯的错误啊 犯的错误 那么这个种错误呢 应该在不管是谁啊 在面试 在面试啊 或者是其他情况下啊 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啊 比如你看 恰心P 诶 恰心 比如恰心P 他确确实实是想指向我们什么 一个字符串啊 因为他本身就是字符操作啊 因为我们是想给 把这里面的字符啊 进行一个修改 比如说 呃 他本身指向的是hello world的啊 但由于呢 不小心啊 这个hello啊 写错了啊 写成ha a了啊 a了 呃 那这个时候呢 他说啊 这样看肯定不好看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一下啊 printful 呃 p 啊 是 百分之s 我们用百分之s来看什么 p里面内容 那这个时候直接把p给他啊 只要把 记住百分之s跟的是地址 对不对 跟的是地址啊 那么当然有同学说 我能不能这样看 printful 你老师刚刚说的嘛 你说我们想看地址 用百分之p来看 对不对 我们来看 sitream 啊 然后 erj is is 百分之p 我们干什么 我们来看看 看看双引号地址能行不 一样的 双引号 其实你就把它认为是吧 你就把这个东西认为是一个 在我们的 这个区间中 分配的一个什么 字符串 也就是一个空间 空间怎么办 c元怎么描述空间 就是描述他的手地址 啊 描述他的手地址 就是这个空间 而这个空间一定是在代码段的上面 或者是代码段 挨得比较近的一个 这个区 啊 好 好 你看啊 然后我们看这个能看不对不对 好 这一种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典型的操作啊 那第二种操作方式变了啊 就说 这是最经典的p 你这个肯定写错了啊 l对吧 那这是零二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对不对 p3 等于啥呢 记着 单引号是不是地址 就这地方 我就用单引号行不行啊 单引号记住 他单引号是个数 他只是给人去描述一些字符逻辑的时候会用的啊 双引号就不一样啊 双引号是我们的一片空间 空间是地址的属性啊 不是直的属性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先清楚 然后那么p3就是那个 那么这就是变成l 行不行呢 我们看看啊 然后我们再看啊 再再再看这个 那个p4多少 对不对 好 好p对吧 好我们编译一下看啊 编译肯定不会报错啊 我们看看运行一下啊 运行一下 好 断错误还是出来了 看没有断错误还是出来了啊 那么这种断错误 总的p没问题 看肯定没问题啊 然后我那个地址呢 你看也是8048左右 看没有 8048挨得非常近啊 非常近 说明双引号其实就是一个啥 就是一块地址啊 就是一块地址 但是这个地址我能不能改啊 千万注意啊 千万注意 这个p指向的是一个指读空间 也就是我们的下面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一改 一定是出现了什么 因为你只能r啊 这个属性超级系统 已经完全给你保护好了 一定是r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旦修改 什么系统不干了啊 就所以这个断错误 记得是系统不干了啊 系统不干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啊 那当然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 我们在对比之前 我们也讲过的一个问题啊 就说我们假设还在这个地方啊 之前我们原来说过一个const 还记得吧 const比如说我们说int int a 啊 int 啊 int b吧 等于0s 12345678 对吧 假设等于这个值 那么按理说b是不能变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用p1去指向或者是其他方式去指向这个b 然后去间接修改行不行啊 我们说可以修改得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这个b没有加static 或者说不管加不加static 它b本身是什么 天生的属性是什么 是可变的 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指针 我去指 虽然说我不想去修改 或想修改 是不是都可以修改可变的东西 因为b的本身内存属性 是不是都属于上面局部变量 rw啊 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也注意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rw 看没有 也是rw啊 这个不用说了 这也是一定什么rw 看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说你这个稍微对比一下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const只是告诉你是指读啥 还是变 看没有 还是变量 叫指读变量啊 指读变量 他const并没有把b给我放在哪啊 放到这个r区中 这是在c元是这样的啊 c++不一样了啊 c++会有些 就就不一样了 c++可能就会放到这种指读段中啊 所以这个没办法 c元的一直是这样设计的 包括现在编辑器都这样做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必须要这样记啊 必须要这样记住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好 那么当然呢 我们说这个代码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指读数据段 到底在哪个段中呢 还记不记得 刚才我们说了 呃 大 我们大的段啊 大的段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记太细啊 记太细 你就记着size中 这个build 再回一下啊 这三个段 这三个段 就是我们所说什么 所说的 静态数据 就这个地方 静态数据三个段 静态数据三个段 只是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代码段和指读数据啊 我们都给它起个名字 都叫啥啊 都叫text 啊 text 所以这个呢 我们我虽然把它分开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它都归我们text段去管的 也就是说什么叫归那个段管啊 我们再还是要回到这个图来看 之前我们说 咱们在汇编过后 是不是生成了一堆原材料啊 一堆点欧 看没有 那我们说这里头 每一个点欧中啊 你可不可以认为 比如拿这个点欧来说啊 这点欧中是不是有 有全球面量 是不是也有双引号 是不是也有代码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怎么办 所谓链接怎么办 我们把它打包嘛 对不对 打包成一个最终的可视频程序 打包谁 记着 打包是不是这三个 这几个一般不打包啊 因为这都是运行式的 看没有 运行式的啊 我们把这几个打包 打包中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取出来 好 双引号 好 大家双引号都放这啊 这个双引号也放这啊 这个双引号也放这 反正大家都挨在这啊 然后代码呢 怎么呢 比如这是代码啊 代码就放这 然后他的代码怎么呢 放这 他代码呢 是不是也放这 如果这样来说 是不是我们就把 这些原材料中的每一个段啊 都干什么 都给抽出来 抽出来放到什么 再放了一个总的容器中 然后最后把这个总容器 是不是生成这个 可执行程序的文件 就是build嘛 对吧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认为 我们最后的可执行程序 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可执行程序就出来了啊 所以总的来说呢 其实就是把这些段啊 咱们给它什么 给它划分好 你哪些内存 或者我们在c元定义的一些什么 一些符号 你该放哪 其实就放在哪里的一个概念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全局数据段呢 相对而言 它的名词就不一样了 一个叫什么 data啊 这个大小写无所谓啊 data一个叫bss 对不对 它分的更细了一点啊 好 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概念呢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啊 还是这样的代码啊 还是这样的 我们尽量不变它 不变它 然后在这个地方啊 这不是双引号吗 我们说双引号中啊 如果这样做 1234 也就是说我这地方加了是不是四个字节 因为说双引号的1234是不是四个字节啊 对不对 四个啊 四个 四个欠 也就是四个字节 对不对 那我的最 也就是说最终来说 我们的代码段 就是这个长量段中 是不是要多存四个 比上一个来说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初没出现这个现象 如果出现了 说明指读数据段是不是也归text来管啊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 Clean一下啊 然后那个还是样 size一下 build 嗯 text之前是1212啊 反正是这个字啊 我们再编一下 gcc-5 嗯 build 001.c 好 然后我们再size一下啊 再size一下build 好 回测看 嗯 那么这个时候多了啊 那么叫什么 1260啊 1260啊 那当然这个地方反正多了 但是为什么多这么多啊 说这么多 可能跟我们这个 这个某些啊 这个地方注意啊 为什么多那么多啊 因为之前啊 这个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啊 这个这个多了一个1234啊 1234的话 跟这个字不算是不一样的 我说一下 这个因为 可能我刚刚设计 都没设计好啊 大家看啊 这个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和这个双引号 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他保存两份 还是保存一份 一份啊 因为他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 这时候保存一份 那么这 这两个字 它其实是什么 同一个字 但我这个 一旦改成1234 那这两个字 是完全不同的 要保存两份了 所以那最后的代码 可能变大 那为了让大家 更好理解 要这样嘛 这一句话 是独一无二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加上1234 这样我们先把它 没编之前 先改一下 这个没编之前 我们先重新看一下 GCC 好 size一下build size一下build 然后1212 这没关系 然后001.c 我们对这个 独一无二的字符算 加上一个什么 1234 好 再编一下它 我们先看它大小 编之前看它大小 1212 编一下它 好 我们再size一下 好 大家看了 是不是1212 变成1216了 也就刚好是不是四个 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 也就是说 通过这样一个小例子 我们至少也能理解到 原来双一号 本身是归代码端管的 那自然而双一号越多 我们的代码 是不是就越长 越大 那自然而然 对于我们嵌入式开发来说 就有一个问题 怎么办 这个build能不能很大 你太大了 对我们的嵌入式来说 是无形中是一种浪费 比如说我们的路由器 大家都知道 一般来说成本比较低 它的那个flash 存储器 可能只有两兆 有的甚至来说 只有一兆 非常成本 非常低 只有一兆 那如果你这个可证程序 都大到什么 一堆字符串 都占据了50%的代码量 就有效代码量的话 那是不是显得有点臃肿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最终生成的release版本 有些打印信息是要去掉的 是要去掉的 所以说 我们在实际工程开发中 一般都会涉及到 debug版和release版 debug版你无所谓 反正你把这个所有的 字符串 你该打打你的 但是最终的release 一定要注意 尽量的把这个什么 所谓的字符串 你稍微裁剪一下 对最后 我们可执行程序 那个代码的缩小 是有帮助的 尤其是嵌入式裸板开发中 这个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 关于止读空间 需要注意的事项 好 谢谢大家